又到了真佛秘法小学堂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台北中观堂的市连月金刚上市来到节目当中 上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上市来到节目当中 上一集的节目当中连月上师我们开始谈到了在这个临终时刻 病人要经历的四大分解 在四大分解的时候 临世上也受到了一些变化的痛苦 是非常痛苦的 像大水在烟 像大火在烧 像大地震一般的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临终的病人 他们在病榻的时候 或者说在临终时刻的那种痛苦太强烈了 那这个时候要如何使他们的心能够安定下来 是非常非常难的 请教上师可不可以就这个部分来给我们做一个开示 是的 心要安定下来的确非常难 这个是我们这一辈子在修行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那么我记得呢 当我在读西藏生死书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例子他非常震撼我 那么这个索甲仁婆切 他提到了一个老喇嘛 这个老喇嘛呢 跟着他的上师修行三十年 都在上师身边的修行三十年的老喇嘛 他居然在临终的时候呢 还不能够真正很安定的来进入这种临终的状态 于是呢他的师母看到老喇嘛在临终的时候快要颠倒了 所以他就请他的这个上师来 那么他上师呢在老喇嘛的身边呢 慢慢的引导他才慢慢让他从这种非常不安的心事的状态呢 慢慢的安定下来 乃至于才进入死亡 所以呢一个修行了三十几年的老喇嘛 他在临终都不免要经过这个身心灵三层痛苦的影响 让他原来很安定的心产生了颠倒 更何况我们一般人呢 所以我们一般人呢在死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都知道 我们希望我们的往生啊一定要往生到净土 但是你想想看 这个净土的三大阿僧奇节是多么的遥远 其实他不是距离的遥远 而是我们的心念真的没有办法安住在某一种状态里面 所以我们这一世的修行呢 其实是在训练我们的心念 处在一种安定跟宁静的状态 也是处在我们的心念在一个非常纯净的状态 所以呢这个联僧活佛开示 什么叫密教什么叫金刚圣 他只讲几个字 一切都是清净的 所以呢当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呢 不管我们的这种身体的病苦啦 或是种种人生上的一切起伏变化的因缘呢 我们的心能够很安定的去接受 那么我们的心能够处在一种清净的状态 这才是我们灵性非常深刻的修行 所以灵终关怀 为什么我在这一生当中呢 从我开始从事灵终关怀的这个因缘当中 我非常重视灵终的黄金八小时中英文教得度法的这个阶段 因为在这个阶段里面呢 不仅是病人处在一种非常剧烈的身心灵的痛苦 包含家属呢都处在一种非常痛苦不安的状态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能够很适时适地的 在灵终者的身边 给他最安稳的力量来引导他的时候 那么我相信呢 在这个对于这个一个灵终者而言呢 是最大的福分了 所以呢我在从事了将近二十年的灵终关怀里面 我从来不敢说我帮助了任何的一个灵终者 反而呢所有跟我结缘的灵终者呢 都是我生命最好的老师 他们以灵终的这种状态呢 来教导我对生命更全然的认知 所以呢让我们呢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 我再跟大家分享几个实际的例子 来分享我们灵终呢 有一个真心爱我们的一切善之士陪在我们身边呢 是我们生命当中多大的福分啊 非常感恩是连月金刚上师跟我们做的分享 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透过这些案例呢 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学习到死心安定的方法 谢谢上师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 进来全新第十一季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 再次的感恩是连月金刚上师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连生活博奖六祖谈经 阿弥陀佛 又到了真佛秘法小学堂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台北中观堂的 是连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上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上师为我们一一的开示了 谈到了临终关怀这一块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在这个临终时刻 一个灵魂还有他的肉身都受到了极大的痛苦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的心的安定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身边可能很需要一个善知识的引导 可能因为平常的训练不够 那我们想请教上师 在上师那么多的临终关怀的经验里面 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因为我们可能一生只有一次的 大家都这样的机会 就需要参考一些别人的案例 请商量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新的安定在这个实际的案例里面的实例 好的 那么在这么多的这种生命当中 不断的学习 我觉得我们当了解了生命之后 我们发现我们对福分的观念是不同的 那么一般人他认为所谓的福分是我这身拥有多少 但是在我的观念里面 我们人的一生最大的福分 是在我们生命的最后 有多少真正爱我们的人陪伴在我们身边来给我们祝福 这是我认为我们人的一生最大的福分 那么在我这一生当中 我不断的到全世界各地讲临终关怀 我是希望把这个这么样珍贵而宝贵的法教 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的了解并且学习 不仅在自己这一生的生命当中 可以帮助自己因为认识了这个法教 而能够在我们生命的最后找到你自心能够去安定的这一股力量 那么不仅如此呢 当我们明白并学习了这个法教之后 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帮助我们身边的亲人 或者是我们有缘的朋友 能够让他们在经历这个生命最后的阶段的时候 因为拥有我们的爱跟引导 他也能够好好的走向另外一个更光明的世界 所以我希望而且也确信 临终关怀呢 是人人都必须要去学习的 而且人人呢都有能力去执行的 只要我们心中有一份非常真切的爱 那么我在分享的这个第一个实例呢 就是告诉大家 临终关怀不是上师或法师 去行中英文教得度法才会有力量 其实一个临终者身边的亲卷 是他最深的缘分 相对的也是给予他最大的力量的一个支持 那么我分享这个案例呢 是一个老婆婆 一个老婆婆她们是客家人 所以家族亲子的缘分非常非常的亲近的 那么她的女儿在美国是我们的同门 但是她的家人却不是真佛中的弟子 这个老婆婆呢 在弥留的时间已经超过三个月 都处在弥留的状态 没有觉知的状态 其实这种状态呢 是她的内心在经历的种种变化的一个痛苦的状态 所以在弥留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病人 她反映给我们的她的痛苦 但是其实她的内在是非常痛苦跟起伏的 这个状态她维持了三个月了 于是她美国的女儿就打电话给我 她说希望我去看看她的母亲 然后呢 是不是能够给她做临终关怀 当我去看这位婆婆的时候 那么我就开始做中英文教得度法 开始引领她 她的儿子呢 就在我的身边 但是当我为她在进行中英文教得度法的引领的时候呢 我发现她并没有听进我的话 但是呢 我虽然感觉到好像一个营养症没有办法打进她的心灵里面呢 但是我还是非常认真的来引导她来跟她分享跟她导引 那么到最后呢 我知道我并没有影响她 但是我也不能说什么 我就跟她的儿子告辞了 没想到我没有影响她的母亲 却感动了她的儿子 她的儿子在我引导她母亲的过程当中呢 她每一句话是听进去的 而且呢是深深受到感动的 于是我要离开之前呢 她就跟我说 她说上师 我可不可以用你的方法来祝福我的母亲 我说祝福就对了 所以呢 我再把中英文教得度法的刑法如何的引导 我再跟她的儿子分享 结果儿子的力量毕竟是非常大的 当这个儿子呢 在不断地跟她母亲导引祝福她 而且要她放心的过程当中呢 隔一天她的母亲就往生了 所以我认为每一个人的力量 尤其是亲眷的力量 对这个临终者的影响跟支持 是很强大的 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够好好的认识 并珍惜这个法教 不仅是我们这一生的福分 我们的福分也可以带给我们家人莫大莫大的解脱 那么这个礼拜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这个案例可以让我们大家知道 就是说其实身边的人要回报自己的亲人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其实自己就可以做到 不用不一定要假外人的力量 会委托什么法师 不一定 其实自己就可以祝福自己的亲密卷 非常谢谢上师跟我们做这个分享 非常的宝贵 节目的最后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全新第十一季的密宗道次第广论 修行笔记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再次的感恩是连月金刚上师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连生活博奖六组谈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